圓赫寺台北讲堂主办儿童快乐营 让板桥新庄一带的孩童聚集起来 让他们能够在暑假有不一样的学习环境 为期四天的营队正式展开开营活动 邀请地方社团参加 勉励学童暑假培养孝心和感恩的正向态度 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勤学 努力的去学习 而且是往好的地方去学习 再来除了学习以外 大家有一个要正确的观念 所以这几天的课程 针对法律常识 如何孝顺父母亲 还有一些心灵小品 希望我们的小朋友 都能够在一个快乐 而且一个正轨上去发展 在市会常住持的带领下 儿童快乐营已经连续举办多年 不收取费用让弱势的儿童能够参与 他的教育理念获得同济会 国小校长等社区团体支持 赞助经费 同时也感动土城体育会 旋风球委员会 以赠送旋风球的方式 鼓励小朋友参与体育活动 永恒师他们这五年的儿童快乐营 每年都办 这每一年要花费好多好多的钱 那我觉得这师傅真的很了不起 所以我觉得好感动 我想要来送这个球拍 结果我的朋友就说要送球拍 那不是就要很多钱 我说我想要找大企业来帮忙 他就说大企业那我帮你赞助一点 教练示范打旋风球 黄色的小球就像是有魔力一样 在空中急速飘起 加上教练接球发球的利落动作 让学童们惊声尖叫 纷纷举手想要玩 感觉像是棒球 又像是羽毛球的双重运动效果 就是让他上飘的球 你要往前稍微下压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想到他要试的 好手放下 今天得到旋风球的礼物开不开心 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免费的玩具 家里之前可能没有看过 然后可以回家玩 跟家人一起分享 这下深受小朋友喜爱的 新形态运动游戏 也因为今年圆亨寺的联系之下 让来台湾参访的非洲地区孩童 能够收到一份来自土城体育会 旋风球委员会的礼物 把球拍带回去非洲 感受来自台湾的一份哀 我本来的梦想只是在于板桥或土城 因为我当的是板桥跟土城区的会长 很高兴我们 我今天我可以把这个旋风球 带到非洲 很感谢我们师父 牵起这么美的善缘 佛教团体透过举办儿童夏令营的方式 传递学童孝心祈福和感恩的美德 同时透过土城区体育会 旋风球委员会 赠送旋风球具 让他们可以接触不一样的运动项目 健康快乐的成长 一二三 天空新闻综合报道 感谢您的观看